当中可以说后续的发展 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远越烈 尤其我们讲到他服务处 遭到人家泼米田供的这个部分 那么经过这个影带也取得了 还来做进一步了解 可是王定宇一直没有报案 那么另外有片绿的新闻台报道 当天王定宇还在台北 见到蔡英文获得支持者的力挺 人气再往上串 总总的迹象出现了疑点 这是爆发张明清事件 三天后的凌晨 一个神秘男子出现在王定宇 服务处的门口 时间是23号凌晨2点钟 男子的安全帽遮住眼睛 口罩遮住脸庞 手上提着不明一体 朝着门口大手一挥 事情办完 骑着摩托车 悠哉悠哉离开了 当天天刚亮 王定宇还忙着清理脏兮兮的服务处 就接到蔡英文的召见电话 被媒体团团包围的同一时间 服务处被泼东西的消息 也开始口耳相传 抢马游行 王定宇成了大英雄 王总统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三中央 三中央 美报案不代表可以吃门亏 服务处被攻击 民事新闻抢先报 立法院王定宇自有蔡同荣 帮他撑腰 两岸就是说中国和台湾的这个黑道 武器胁迫 这个王定宇 要来向张明清道歉 苏元成了两岸黑道 集体捉拿的对象 这么大的事 当然少不了一场记者会 很多人在插这件事 所以 当然我能插五分 你插的是多少个保分 现在还要说了 张明清早就离开台湾了 王定宇就有办法 让事件天天都发烧 少了张明清的独角戏 照样很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